哈喽大家好 夏日也好 好些人都会自下 也就是没有胃口不想吃东西 今天呢我们就做一道鲜美的红烧荷包蛋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晃晃胃口增加食欲 那我们只需要几颗蛋 然后呢先把姜汁调好 接下来就方便了 我们用teaspoon 放两勺糖 然后再一个最小的1%的teaspoon 一勺盐 再两个teaspoon的老抽 最后倒入200cc左右的水 给它拌匀 这个比例呢你可以自己调整 尝一下味道自己做主 接下来就开火 加油 油 油热了就打蛋 蛋可以同时几个一起煎的 红烧荷包蛋 对煎蛋没有太大的要求 老一点嫩一点 蛋黄破了都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等一会儿还要煮它 蛋黄上可以粘上几粒盐花 然后用铲子或筷子 拎拎看它拎得起来吧 拎得起来就给它翻个身 接着就把刚才调好的酱汁倒上去 盖上盖子 让它煮一会儿 五六分钟以后 我们就把它翻个身 再停留个一分钟左右 就可以出锅了 这个汤汁呢 不要给它收的太干 留着 拌饭吃超香的 就这样 这道红烧荷包蛋就烧好了 如果你有空的话 不妨试试 简单方便又好味 好了 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别忘了点赞和订阅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